J5营业中,现在营业啦,大家好,我是Quizzy大鸭子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堂 教大家popping里边的一个元素是QuizzyLab 然后我给大家教一下分解的步骤 1,2,3,4,5,6,7,8 然后反方向 2,2,3,4,5,6,7,8 OK,然后我快地来一遍 这个动作的要领是大家在做的时候要保持每一个角度和它那个动作要到位 1,2,3,4,5,6 反方向 1,2,3,4,5,6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角度都要标准 而且身体也一定要是随着腿的律动去运动的 为什么要在popping当中做这个动作呢 然后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表达音乐的特效 而且更容易让大家去移动 移动 然后做QuizzyLab 可以让大家在视觉上有更多的层次感 在下去的时候哄哄啪啪 下去的时候更加的干净和更加的有视觉效果 然后很多人在跳popping的当中呢 他不怎么用腿 而且没有移动 所以说会显得这个人不是在跳舞 只是在原地做pop 就一直啪啪啪啪 这就是为什么要多练习QuizzyLab的原因 因为练习QuizzyLab过后 你会很快地去移动 然后会很快地去做停顿 然后你还会你再做一些简单的感觉变化的话 你的舞蹈的层次会特别丰富 你在这边跳 在这边跳 然后跑到这边跳 再回来 然后再在地上跟着音乐去表达做腿的话 会效果会特别好 然后让你的舞蹈有特别好的层次 然后又有技术 又有音乐 对 这就是QuizzyLab 希望这节QuizzyLab的课堂对大家有帮助 我是QuizzyLab的讲师 鸭子 Yes Peace 卡碟了吗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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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